在山西省运城市林一县有对年轻的夫妻 男的叫陈永红,女的叫曹靖 一夜之间双双被人砍死 而且是死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 凶手则是一个让谁都没想到的人 我们两个人出了这个事情,不相信出了这个事情 一下子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 心里觉得挺难过的 死去的夫妻俩住在县城南边 一个叫镇西村的地区 村头有一家工厂,工人大部分都是父亲的村民 曹靖也在那里打工 今年的4月7号和8号 上班从不迟到的他却连续两天没有到打工 手机也联系不上 8号中午,他的一个工友去了家找他 只见大门紧死 他的公公陈老汉就找了个人帮忙 借了一把梯子,要跳墙进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儿媳妇死在了家里,陈老汉第一反应的就是赶紧给儿子陈永宏打个电话 可这电话通了却没人接,随后他就给儿子的好朋友打了电话 可几个人也都说没见过 正当陈老汉准备报警的时候呢 突然接到了亲家母打来的电话 在语气里是非常的紧张 这个陈永宏的岳母在县城里面看孙子 这天中午他回乡下的农村去拿衣服去 没想到一进家门就看见女婿陈永宏浑身是血的躺在门楼下面 在电话当中陈永宏的岳母嚎着嗓子哭着 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 陈老汉的儿子陈永宏也死了 死在了岳母家里 一听到这个消息 陈老汉是悲痛欲绝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周围的村民立即提到报警 陈永宏家里面出事了 说陈永宏妻子曹靖被杀了 陈永宏有可能在他那个岳母家自杀 负责刊业案发现场的民警 首先来到了曹靖的被害现场 杯子下面就是 死在了这个曹靖的身体 头部还有一个黑色 头部也就是受到多重看上血迹 血迹特别厉害 而且那个闹阻止 我一届 上边上的配奖血迹也特别厉重 特别厉害 经过初步勘察 曹靖是在睡梦中 被人用菜刀或者是其他砍切了的工具 先用义务先给他窒息 污了或者堵了 拼离窒息 拼离死亡的时候 用砍切工具 砍切的 在案发现场 民警发现了几片 从刀阵上脱落下来的金属碎片 这说明了他这个工具 挥动的特别用力 手段的特别残忍 曹靖是被人杀害的 那么他的丈夫的死因又是什么 随后民警对陈永红死亡的现场进行了勘察 确认他也是被人砍死的 他是死在岳母家的门楼下边 在一个房间的床上有陈永红的衣服袜子 还发现了他的一根手指 由此推断 陈永红受到侵害的时候也是在床上 陈永红他有一个抵抗伤他可能被侵害的时候他可能自己折荡的把手指头就砍掉了 有一些手指头砍掉在床上了他有反抗他是往外跑想看大门结果呢到那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 而在曹靖的被害现场民警还发现了陈永红的血迹 这说明陈永红是被先杀掉的 曹靖是后来被人杀死的 再杀害了陈永红 又把陈永红的血迹带到了曹靖的被害现场 在两个案发现场警方都没有发现作案 但却都发现了刀刺折断之处留下了精神区 两个现场有着同一个足迹 由此可以确定杀死夫妻二人的血迹是同一人 用的是同一把套 死者陈永红他这个钥匙不在身上 基于这一情况 家里面每所情况做的时候犯说情况 应该咋的确定分应该是杀害完这个陈永红之后 然后写在陈永红钥匙回到陈永红家 将陈永红的妻子草经杀死 那时候又用钥匙犯说了 丁国对两个现场的仔细勘察 民警确认是熟人作案 然后结合这个现场建筑控 现场大门情况和现场这个周围墙壁 军围发现害怕的痕迹 这一点应该是属于和平进入 凶兽应该是和被害人去熟人 被害人陈永红啊曹靖啊 里面情况都特别熟悉 民警经过初步调查 案发的大致经过基本上已经掌握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要寻找凶手 那么陈永红和曹靖两口子 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和这夫妻俩又有什么仇恨 要那么残忍的把他们杀死呢 警方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 陈永红和曹靖在村子里的为人都不服 尤其是曹靖 不光是村子里长得最漂亮的女人 而且为人也是无可挑剔的 警方当年下午把和陈永红来往密切的几个书人 控制了起来 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排查 其中一个叫雷泽的人 苏万的嫌疑最大 陈老汉为什么提醒警方要注意雷泽呢 雷泽又是什么人 其实前面我们提到过 4月8号中午啊 曹靖连续两天没上班了 他的工友上他家里边找他 发现他家大门紧闭着 随后他的公公啊 陈老汉就找了个人帮忙 想借把梯子呢 翻到院子里头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陈老汉找的帮忙的那个人就是雷泽 陈老汉事后为什么要怀疑 怀疑雷泽 因为雷泽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害怕 其实要说听到这么一句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您仔细琢磨琢磨 这的确有些蹊跷 还有一点让陈老汉也觉得可疑 在他发现曹靖被杀之后 立即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却一直无人接听 这时候的雷泽 却向他提供了一个虚假信息 而雷泽的话说了还不到十分钟 陈老汉就接到了亲家母打的电话 说陈永宏已经死了 后来民警调取了陈永宏手机的通话记录 发现雷泽是最后一个和陈永宏有过通话记录 电子信息的固定了 死者陈永宏这个当天和雷泽 就有好多条电话 通了好多次电话 最后一次在9点20分 看到这您可能会说 杀人凶手那一定是雷泽了 办案民警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雷泽身上的疑点太多了 可是面对警方的讯问 雷泽则是一概否认 并一一的进行了辩解 他说案发那天夜里 他一直在家老老实实的睡觉 从来没外出过 反正他一直特别强 因为当天晚上咱们对他的收集 收集集合进行了检测 那天晚上他十点钟 十点钟他就和他爱人不在一起睡觉了 他什么在另一个房间睡 其实呢 他就不用他爱人睡觉就出去了 出去后他那个电信号 在我们城南那个跳一过 咱们就锁掉 但是他们问他的时候 他一直说他在家里边睡觉 虽然雷泽作案的嫌疑很大 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他就是杀人凶手 那么能够证明雷泽就是凶手的证据 究竟在哪呢 民警在细致的调查走访中 掌握了一个重要情况 陈宇宏被害的那个对面那个邻居呢 就说他的三点四十左右 听见了有人喊啊啊喊 就好像救命的那种声音 同时呢就听见了那个铁煤 铁铛铁煤那种声音了 下来呢 过一会儿呢就有摩托车 警方对雷泽的摩托车进行了砍验 在摩托车排气管的底部 发现了一处不易被察觉的可疑扳痕 雷泽这个嫌疑人他比较焦慌 他用那个回到家以后用毛巾 他就把这个摩托车都擦袭过了 但是呢 他一块的瞎子 不经意的留了那么一点点痕迹 十号晚上对他进行了提区 连夜就在四驱 坐第二天的七点钟 六点钟左右 结果出来就是雷泽的摩托车上的那个血迹 就是死者陈永恒的 雷泽的摩托车上有死者陈永恒的血迹 这一铁的事实 让他再也无法剿灭 面对办案民警强大的心理攻势 和无懈可击的确凿证据 雷泽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他突然哭了起来 接着哭诉了自己杀死陈永恒和曹靖夫后的犯罪事实 根据雷泽的供诉 民警在县城附近那条小盒里 找到了陈永恒家的钥匙和雷泽的作案工具 一把菜刀 随后 雷泽又指认了焚烧血液的现场 至此 这一案件在案发四天之后 横攻告破 而杀人凶手的落网 让村里很多人都感到十分的惊讶 这村民们是拍破了脑袋也想不通 雷泽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来 因为雷泽是陈永恒的好朋友好兄弟 好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 穿条裤子都嫌肥和那亲兄弟都差不多 那么陈永恒的这个好朋友 为什么会把陈永恒两口子都杀了 手段还那么残忍 案发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 陈永恒为什么死在自个儿的岳母家里 前面说陈永恒和曹靖两口子被人残忍的杀死之后 警方经过调查走访 还有现场勘察等等 终于找到了凶手了 是一个叫雷泽的人 听说是雷泽杀害了陈永恒夫妻俩 所有人啊都感到吃惊意外 怎么都想不通啊 因为雷泽那是陈永恒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陈永恒今年33岁 雷泽32岁 因为是一个村的 俩儿从小就认识 初中还没有毕业 两个人就都不上学了 整天私混在一起 渐渐成了最好的哥们 不上一个时候 我的娘光落在他 他妈两个落在他妈我的叔叔 那时候他妈饭走向一步 我的妻也吃 基本上落在他家住 关系特别好 挺好的 反正自我认 我知道的话 我十来岁的时候 他们在我家 都是我给他们做饭 他们来的 来来往来 来了走了 都叫他们哥哥什么的 在一块都挺好的 据陈永恒的家人说 陈永恒这人啊 头脑比较简单 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 一天到晚嘻嘻哈哈 对人呢没什么坏心眼 不会坑人害人 谁和他打交道 都放心 而雷泽这个人呢 也很爱说交 到了陈永恒家 和谁啊都开玩笑 甚至在陈永恒的父母面前 也是没大没小的 这个雷泽在外边 有个外号叫妖怪 也是如果叫他一声妖怪 哎呦他不愿意了 跟那人是吹胡子 瞪眼的 甚至呢都要动手打人 可唯独是陈永恒的家人 谁叫他妖怪 他一点不在意 反而咧的嘴笑 一点不生气 这陈永恒和家人呢 也都把雷泽当成自己最亲近的人 我那关系可好 可了那天 因为给他给我钱 可了 从我搞 可了都不 我的最低关系 两家关系都可好 都给他当最好的人 就是说他到我们家了 又吃到又喝到 问韩又难了 都见面了都问 韩就是 韩说笑呢 他和我妈也是说笑 说得挺厉害的 到我们这根本没什么防止 也没什么解析 然而雷泽这人的品行 却有些问题 他有一个坏毛病 那就是手脚不干净 村里有的知道不说 雷泽敢想敢干 做事也是疯疯活活 脾气比较暴躁 用当地人的话说 就是有点愣 和别人因为什么 摊树的价钱没摊好 他人家把他的钥匙拿走了 车钥匙拿了 他到人家家里去要 说拿了一把刀 到门口在那 门上砍了几刀 划里划去 说就是你不给我的话 我现在就要打你 干什么的 我说他怎么干这事 雷泽的这些毛病 陈永宏当然知道了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 他们的交往 后来两个人是 相避成家了 友谊呢 一点没改变 而且比以前还要牢牢 因为在相互走动当中啊 两个人的老婆 也好得像亲姐妹一样 平时两个人是 个人都个人 种个人的地 有合适的机会呢 就出去打打工 因为年轻能干脑子活嘛 哎 双方这日子过得都不错 一年那时候在上 那时候十万多万 乐得就三十万不提 那整个五六万块钱 闲下来的时候 两个人还有一个 姑娘和爱好 那就是打牌搓麻将 他们以前 就是还没接婚的时候 就是那个打牌 打麻将 就是小打小的 就是不太大 就是后来吧 结了婚几年 大概有个两三年 反正他们打得就 有点大了 在农村忙完了农活 闲暇的时候啊 娱乐的东西比较少 主要啊 就是几个人坐在一块 搓搓麻打打牌什么的 当做一种消遣 其实也是挺正常的事 可是别人呢 只是闲的时候玩玩 雷泽他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就迷上这个赌博了 把这赌博都当成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几天不赌啊 这个手就痒痒 他甚至还出过国去赌过 到缅甸去渡国 去年我听说 我哥就跟我说 雷泽在缅甸 还是在哪 就输了好几万回来了 回来他还高兴 我说啊 那个雷泽回来了 我问问他在那边怎么样 去年三月 雷泽开始接受上了一种叫做 百家乐的网上渡国 这个渡甸去开的经文 通过这个汪罗 提醒渡国 他如果通过咱们这边重结人 比咱们这些参渡人员 在计算机上 在典当上给他出了这个筹码 对吧 参渡人员 雷泽这个壮仙 雷泽以后 对方给他 壮仙给他 给他们付钱 雷泽以后 对方以后 他就输了 最多一把 就是五千一万 他什么台 有五万台 有五千台 有一把 两万台 很快 雷泽就对这个百家乐 着了活 只要一有时间 手上一有钱 他就会上网 玩上机 一开始雷泽玩的 一次的进出银是二三百元 最多五百元 后来银越来越大 一次增加到了两千元 再到后来 用他的话说 那就玩狠了 最多一场 付了三万多的 我在运城 这一幕很难 最多一场付了三万多 付将近三万七八 我这一场 差不多两个公头 接触这多年百干 说再来钱 也就差不多了 你说雷泽这么爱赌博 他的家人能不管吗 当然管了 我们的记者试图采访雷泽的老婆 可是自从丈夫杀了人之后 他老婆是难以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把孩子丢给了老人 离开村子到外边打工去了 雷泽的父母也不愿意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 据雷泽说 他老婆想管他 可是管不了 因为在家里边 他说了算 他脾气大 老婆害怕他 因为赌博这老婆多次也和他闹过离婚 雷泽他每次都向妻子保证了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可是他心里边最明白 赌博的恶习 他是改不了了 就跟狗改不了吃屎一样 而从去年秋天开始 雷泽把他的好哥们陈永宏也拉下水了 陈永宏后来也迷上了百家乐赌博了 那时候陈永宏绝对不会想到 就因为赌博自己和妻子的命 全送在这个人手里了 你管不着 他黑夜去了 你又不知道 在那边干什么 咱也不知道 你问他 他又不说 他又不跟你说实话 这是嘻嘻哈 嘻嘻哈 你再骂他 再打他 他也不嫌 他也不反 从去年秋天开始 陈永宏和雷泽经常一起去运城和县城里玩百家乐 两个人一起玩 赢了钱和输了钱都是对半分 一开始兄弟俩玩得很高兴 可这后来就出现了问题 他不敢骂 人都说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可你说陈永宏欠雷泽两万多块钱的赌资 为什么就不还呢 据这个陈永宏的妹妹分析说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陈永宏 这人是个马大哈 不太在乎钱 没把这事看得太重了 以前雷泽经常借陈永宏的钱 陈永宏每次都很痛快 雷泽不还也不跟他要 时间久了甚至都忘了 第二个原因是陈永宏身上确实没钱 因为他的妻子曹靖怕丈夫赌博 平时看得很紧 一般不给他太多的零钱 两万多块钱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那陈永宏也没法跟妻子开口要 你得说明要他去做什么 这陈永宏大概不会想到 因为欠着好朋友雷泽这两万多块钱的赌资 最后啊把命给打上了 他们虽然在下面特别要好 但是在都不常商 可能一分钱他都不常 都不常商就不费夫资 不费夫资 这个肚子这个代表什么 就要爸爸都要钱 他两个是合伙度的 最后是雷泽给 就是说天前 对吗 给你俩这个 付给你俩这个 开肚场人 陈永宏一直给不了这个雷泽钱 最后雷泽去这个 Tesson这个 收拾他这个 冬季了 今年4月6号的晚上 雷泽给陈永宏打电话 约他到县城里去玩一玩 他们那样出来以后到县城 就某个小立法店 他们都进行这个那个光校进 凌晨一点多 两个人离开了县城 因为太晚了 陈永宏怕这个时候回家会吵醒其中 就带着雷泽到了自己岳母家去 陈永宏的岳母在县城里看孙子 家里没人住 陈永宏有岳母家的钥匙 来到陈永宏的岳母家后 两个人又聊起了天 聊着聊着就说到了钱的事 和往常一样 这次陈永宏还是说手上没钱 以后再还给雷泽 雷泽听了心里和和 两个人为此吵了钱 这次争吵让雷泽有些没想到 向来嘻嘻哈哈的陈永宏 这次的脾气居然上来了 雷泽本来脾气就大 听陈永宏说那两万块钱不还给他了 心里这火吞的一下就上来了 两个人吵了一会之后 都不说话了 躺下睡了 谁都不理谁 陈永宏是睡着了 雷泽他可睡不着啊 哎呀躺在炕上是越想越生气 心里的火怎么都压不住 过了一会儿呢 雷泽出去小便 路过厨房的时候啊 一眼瞥见了一把菜刀 他稍微迟疑了一下 然后到厨房拿起菜刀 冲到了陈永宏的床前 陈永宏一下子醒了过来 慌忙往外跑 出于本能 他用手和胳膊 抵挡着不断砍向他的菜刀 失去理智的雷泽 追着他蒙开 最终陈永宏倒在了门楼下 此时雷泽手中的菜刀 仍然没有停下来 陈永宏就这样死在了 自己的好朋友的菜刀之下 那么雷泽为什么又要把 陈永宏的妻子曹靖也给杀死 杀死陈永宏之后 雷泽忽然想到 几个小时前 他和陈永宏一起去县城的时候 在路上遇见了下夜班回家的曹靖 KD他其实就知道 所以他必须要杀 必须要灭口 于是雷泽找到陈永宏身上的家门钥匙 提着菜刀 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陈永宏家 他开门入室 将碎梦中的曹靖也残忍地砍死 之后 他把陈永宏家的怨门反死上 在路边焚烧了自己作案室穿着衣服 并把那把菜刀和陈永宏家的钥匙 扔到了县城附近的河里 在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 雷泽还曾经在旁边围观 作为陈永宏最好的哥们 他还流了眼泪 看起来相当难过 没给他当起他坏人 这次出来之后 我说是 哎呀他太狠了 比以前我没想象中的还要狠 我估计他想见 陈永宏要抱我妈 他抱他妈 他家他对我还可亲的 案子破了 凶手被断 然而民警的心里 还有一件事放不下 这个小孩案子破了以后 和他爷爷来到公安局 感谢我们民警给他案子破了 但是他口里边一直在说 就是我叔叔雷子 把我爸爸和妈妈给杀害了 我一定要报仇 而且是反复地 重复这两个字 报仇 一次我当时心里感到压力很大 我的心情也非常扯动 说这的话 我们我们局里好多民警都落泪了 这个孩子就是陈永宏和曹靖的儿子 今年12岁 上小学五年级 他现在已经知道 平时最亲近的雷泽叔叔 让他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一个12岁的孩子 说出这样的话 民警既感到难过 又很担心 心中的仇恨 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 健康的心理成长 为此 民警们耐心地 为这个孩子 做着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民警还觉得 他们应该为这个孩子 为这个家庭做点 一个是呢 我们的民警 要把这个家庭 作为一个中战的 半户之类的对象 要经常去开往他们 第二呢 我要求我们的民警呢 立即给这个两个老人呢 拜底报 通过我们正常的一些渠道 第三个呢 我们的民警呢 要经常去开往这个小孩 比如我们和学校进行联系 可以减免他的学大费 如果学校有亏呢 我们公安局 完全可以自助这个孩子 雷泽在接受 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 说啊 他被抓起来之后呢 想到最多的就是 陈永宏的孩子 和自个儿的孩子 今后怎么办 这陈永宏的孩子 失去了父母 雷泽呢 犯了这么重的罪 他孩子 也可能会失去父亲 两个家庭啊 都毁了 那你说雷泽 为什么对自己的 好哥们两口子 痛下杀手呢 就是因为那两万肚子吗 其实啊 一切都因为毒 赌博我们知道啊 他能让人性发生扭曲啊 六亲不认冷血残暴 这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我们也常看过 一些赌徒赌红了眼啊 没什么可压的 甚至把自己手都压上了 有的时候连老婆孩子都会压上去 对这些赌徒来说啊 你跟他谈什么亲情友情 简直就是对牛谈琴 雷泽作为一个嗜毒成性的人啊 人性早就发生扭曲了 因为两万块钱赌资 对好哥们两口子痛下杀手 那也没什么奇怪的 赌博真的是太害人了 希望那些喜欢赌博的人啊 哎 看了我们今天节目啊 吸取点教训吧 据了解这当地警方呢 将会对这个百家乐赌博 进行专项打击 好今天故事就说到这